包进满满馅料猪肉香菇糯米 还有超大颗咸蛋黄 迎接端午节不少人排队买粽子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一年比一年贵 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涨了五块钱 涨没关系客人还是会接受的 你不要说不涨价 粽子给你小的 就只能欺骗我们的 粽叶从每六十片七十元涨到八十元 糯米也从每台金三十元涨到三十五元 而榜生价格也成长将近三成 另外猪肉和香菇原物料样样涨 不少店家扛不住只能跟进 平均每颗涨幅在五到十元 就连AI教父黄仁勋最爱的肉粽 一颗都要价八十元 因为现在通膨嘛 什么物价都很贵啊 所以好吃比较重要啦 你如果说不好吃买便宜也没有用 每颗粽子平均都有一到两成涨幅 加上端午节需求增加 整体原物料价格走势持续上扬 但南门市场内还是有老店家 努力吸收成本压低价格 根据行政院销保处调查 今年四大卖场超商和电商平台 对粽子的价格调查 虽然有四成价格上涨 不过涨幅大约都在两成以下 些微涨幅不少消费者还是可以接受 但今年想要欢庆端午 预算也得拉高一些 所以先由蔡宇智王配花的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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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